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 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比较忙 也没有空去筹备新的视频 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给大家录 今天我刚好收到了一个快递 我想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也不妨尝试录一个新的视频内容给大家 这个视频内容也就是我们在 其实在B站或者在各种各样的视频平台 都会经常看到的一个内容叫《毫无推荐》 那么今天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 当然这个好物推荐其实很接近于吃播 因为我推荐的一个东西是吃的东西 只不过不同的是我可能不会把这些东西都吃掉 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吃掉 其实对于我目前正处在减脂这个状态下 其实不是很好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一家店 这家店是在微店上 大家可以找到有一个叫奇遇花园的这样一个店铺 那这个店铺它其实是卖面包的 它会卖很多面包 然后刚好我是买了它的新的面包 所以我把这个面包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为什么会喜欢买奇遇他们家的面包 主要是因为奇遇家的面包 其实是一个对于我这样的减脂人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首先它的面包当中是不放糖 或者是放非常少量的糖 这对于我这种减脂人来说 需要尽可能减少糖的摄入来说是非常好的 其次是这家面包的主厨 是北大的一个化学系的一个博士 对 那他当初就是因为我们说听起来非常俗套 就是他因为觉得市面上的单个面包不是很好 所以不愿意去这样去吃市面面包 所以自己开了一家店在做面包 那当然这家店呢 也确确实实我自己到他们店里去吃过面包 喝过咖啡 然后也在网上买过很多次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买了很多次他们家的面包 有非常多他们家的面包的订单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大家去推荐一下 然后那么接下来 给大家具体去开箱吧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都买了什么面包 我先给大家念一下 我这次都买什么 我买了一个无花果核桃主食面包 因为这个面包是我减脂会吃到的 然后花椒盐面包 那花椒盐面包 我特别推荐 第一次买奇遇加面包的人尝试一下 因为这个面包呢 是花椒味的 可能你大部分时候 你都没有吃过这个口味 然后包括一个巧克力卷 当然这个呢 其实不太适合我减脂吃 我觉得可能 大家可能会想要看到这种巧克力卷 它是面包大自的形态 所以我觉得 虽然可能不太适合我 但我可以给大家买一个看一看 包括黑芝麻亚麻紫欧包 罗勒芝士欧包 酸茄芝士恰巴塔 农夫面包 然后全麦 牛奶 吐司 这个吐司是无糖无油的 然后我还让大厨帮我切了一下 希望他没有忘记 还有日式的海盐面包和咖啡酥皮面包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开箱看一下 那这个呢 就是大厨寄给我的这个面包 然后这个面包呢 是用顺丰快递送过来的 非常快 我是 它是周一发的 然后今天是周二我就收到了 然后拆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面包 又是一大箱 因为我在深圳 而这个面包店呢 在北京 所以就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每次都是一买买一大箱 让它给我送过来 首先是 吐司包 然后上面已经封口了 吐司这里它已经帮我切开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这个吐司包的配料清单 还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还有一大堆别的面包 就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是咖啡酥皮面包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的一个配料表 这个配料表里面呢 大家在平时去吃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配料表它的顺序是有讲究的 它的东西排行越靠前 表示这个的用量越大 这个是咖啡酥皮面包 它有黄油 有白糖 有赤糖 赤显糖醇 所以这个可能给我女朋友吃 我自己就不吃了 因为我要减脂 然后这个是日式盐面包 对吧 那是日式高筋粉 还有牛奶 鸡蛋 这些 我觉得 有黄油 给我女朋友吃吧 再拿 哦 这个是黑芝麻亚麻紫欧包 那这个面包呢 就很适合我剪脂去吃 比如说你看 它里面的配料就是 法式面包粉 还有亚麻紫 然后里面是没有黄油和糖的 这样对于我这样剪脂来说 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 咦 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无花 这个是无花果核桃欧包 然后它的配料是 法式面包粉 全麦粉 核桃和无花果 同样是一个无糖的面包 无糖的面包呢 大家吃起来就会觉得比较安心 这个面包神奇 大厨竟然没有给我贴标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面包 不知道 那我就吃 因为大厨这边呢 他做面包的时候经常会 多一些出来 然后他多出来就会 比如像我这样一箱 他就可以帮我多塞几个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罗勒芝士软鸥包 这个里面因为有芝士黄油 所以这个可能也要给我女朋友吃了 我自己就不吃了 这个什么 这个日式盐面包 这个是巧克力面包卷 然后这个呢就是巧克力味的 然后就不太适合我 适合我女朋友去吃 毕竟他也不减制 我要减制 这个是番茄芝士恰巴塔 然后呢 同样配料属于比较干净的 我觉得其余面包的 它的面包最主要的好处就是比较干净 你可以放心的吃日式盐面包 还有这个花椒盐面包 这个口味特别的独特 我非常推荐所有的新去买 其余同学的他的面包的话 我很推荐你去买一个这个 花椒盐面包试一试 因为可能你在其他地方 都找不到这样的花椒盐面包 口味还是蛮独特的 然后整体来说给大家推荐 其实就是其余他们家面包 稍后呢我会把阿维玛放在这个视频的上方 然后方便大家去找 我觉得啊 就是其实这市面上面包还挺多的 就是我们平时在周围呢 也都买到很多 但是总的来说 其余的面包呢 是让我吃起来比较放心的 原因是它的配料表 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而配料这个东西呢 表并不是能随便填的 如果你填的配料表 是有问题的 那是被质检局 或者说工商局可以去罚你的 所以它这个配料表 总的来说让我是非常安心的 如果你真的去看 你现在在市场买到很多面包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糖啊 或者各种的添加剂 其实会非常的麻烦 对于我们身体来说 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总的来说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 其实包括我一直去回购那么多次 这是这个结果 然后呢 大家也看到 其实我买这么多面包呢 我肯定要存储 这里呢我也问过大厨 大厨给我的建议是 首先这些面包是可以冷冻的 就是你把蛋糕拿到以后 对吧 你比如说像我以前买很多 你就把它冻在冰箱里 然后等你吃到的时候 你就把它们拿出来解冻 然后放到微波炉 或者放到烤箱里去加热吃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即使你一次像我这样买很多面包 也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存储 当然如果你觉得还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比如说在北京市内的话 其实你买可能还蛮方便的 因为它这个店就在北京市内 然后就在二环左右 所以说它在各地去传送的话 也很方便 好 那我这次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买一买 它的面包试一试 对 因为它的面包虽然说可能单个 其实价格还挺贵的 就说一句实话 它这面包其实挺贵的 就十几二十一个 对吧 可能比如你平时买一个面包 几块钱就可以买 但我觉得它的面包相对更健康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我们 在 在 众多选择当中 我们选择一个 相对比较贵 但是可能相对比较健康的 这样一个选择吧 好 那这次视频到这里就真的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